其实这样都能看见它那个大石头 往这儿来了 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敞过了 这边这个沙子比较硬 挖不动 这种沙子比较硬 看见它了 看到那个石头了吗 差一点给它铲封了 我拽到它石头了 拽到它这个大肉它就没法跑了 拽到这个肉它就没有力气了 直接给它捏晕了 这个鼻子正长 这个肉没多少 这个鼻子占一半 正好占一半 这样各种也不小 这个发展鱼还在往里面握 这个东西也是它的 它应该是搬到这边来了 就这种小的巴掌鱼 海鸟直接就给叼走了 幸好我比那个海鸟来得早 要不也就是叼走的份 这太小了它放到水里 这个大毛鸽跟没握沙一模一样 握得啥也能看得出来 它是个毛鸽 就这么大鸽都要吃 太大了把那个肉都咬不动 这属于开挖的那种海葵 好长时间没见这种大海葵 把这给它完整的挖出来 这个海葵扎根特别生的 开始我还以为是个花胆线 挖在这里 巴拉开我看见是个大海葵 这个潮度不是太潮 但是它是蒸泡 里面全是紫 天热的话它都躲在这个沙子里面 这个毛鸽应该握到时间不短 壳都晒白了 这个水花漂亮 我都没洗啊 这样回家再吐一吐吧 你要洗的话都没有那么多水分了 全给它洗缩了 后面的粘液都是它窝沙的时候吐出来的 吸得特别紧啊 出不来是大人 这个巴拉鱼吸在这种壳里面 吸力特别巧 根本就甩不出来啊 让它出来 挺难的 必须让它出来一下 它越不出来 我越想让它出来 这个家伙它比较倔强 出来了 就这么大 这也太小了 迷你八爪 这吸力太强了 让它游个泳吧 走吧 给它放 这个房子给它带了 房子不给它了 还跑了也走我发现了 火力不是太强了这个 来往里面放一放吧 要不回头被海鸟叼走了 这是个海螺 这个还带肉 这么小一个海螺 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是带肉 它要是没肉的话它就褪色 太小了这个 我以前都不知道它叫什么 现在知道 叫那个鹿角泰 他们有人吃这个 看这个模样不像好吃的 特别能吸水 海边特别多这样的 都随着这个浪上到岸上来 这也是一个称号 这个我用盐看看能不能抓起来 看到它那个大鼻子了 进去了 这撒上盐的怎么还往里进 不应该是往外出吗 这个家伙不行 撒上盐的不出来 这样子就得赶紧挖了 再不挖它就不回来了 再不挖它就不回来了 这个身体就差不多了 在这 我碰到它了 这么小这个家伙 我还以为它多大呢 就这么点 看它表面就知道它不小 这个好黑啊 有的那个毛鸽特别白 就像这个就是属于黑的了 这里面有一个帮长鱼 躲在最里面了 刚才我看见它那个腿在外面 这时候我以为是个壳 这个家伙 直接躲到最里面 它也出不来啊 我得想个办法把它 甩出来 我就确定这里面有一个了 出来 这家伙吸着特别厉害 出来了 看 哎呦 这个也是会变颜色的那种爆炸鱼啊 它把这个海螺壳当成房子了 这马上又要窝沙了 这个八爪鱼活力强的时候窝沙特别厉害 这个太小了 天下这个八爪鱼个头都不大 你看我这一碰它 它这个爪子都照牙舞爪的 就是想咬我 行了 出来照相 再回去吧 全是墨汁 算了 连它这个房子一起放了吧 走吧 等它长大 我再来抓着 这个海鱼应该也不小 这样的都是缩完了的 这种海鱼长度特别长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这根部全是属于 刚说它不喜欢 锁完以后就这么大 这个还给它放在这边 这个水花都是那个城隍吐出来的 这个也老大 看见它这个呼吸孔这么胖 一般大城隍这个呼吸孔就特别的胖 这个是小傻这个 就这么出来了 你看 白长这么大 就用了这么点盐给它骗出来了 哎 按住它这个舌头它就没力气了 这种撑子抓起来比较省事 就铲了那么两下 撒上一点盐自己就出来了 太听话了 这样的应该都是那个华兰蟹 这还猜错了 是个黄蛤蜊 这个黄蛤蜊 这个黄蛤蜊做出的那个 这种黄蛤蜊